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先是5月25号,星期三 昨天其实还有另外的很重要的中期选举 我之前说过的乔治亚州的这个州长的选举 那昨天在这个POL close不到几分钟之后 很短的时间内 现任的看部州长就以压倒性的超过50%的这个票数 赢得了选举 很多新闻单位在选战关闭不久 就宣布了他的获胜 这个其实并不让我意外 我之前说过我在说这个两个人的民意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高兴 就说我在黑川普或者我在黑Badieu或者怎么样 然后有的人就说民调是不管用的 说你看川普的民调 2016年2020年的民调都是对他不利的 但是最后2016年他赢得了大选 2020年他也赢得了 不过他被窃选了 关于民调的这个事 我想再说一下 我个人是很相信民调的 那根据2016年的民调 我在2016年的这个大选日之前 我就预测出川普会赢 因为我看到民调的这个上升趋势 你不是看一份民调 你是看所有的民调 然后你分析哪些是左派的民调 哪些是保守派或者是中间派的民调 那他的趋势是怎么样 但我看到虽然2016年大部分的媒体的民调 川普都是在落后希拉里一到两个或者三个甚至更多的百分点的时候 但是这个左派的LA Times却在临近选举日的时候偶尔会有川普的比希拉里领先一到两个百分点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暗示 当然Fox也经常有利于川普 川普可能领先两到三个百分点的民调 甚至经济学人也有领先的民调 所以民调其实是要分析的 不是说民调都是不靠谱的 或者民调都是坏的 民调就是要看你怎么样分析这个民调 分析民调是选战工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所以这个也涉及到我之前提过的 有为Badu campaign工作的这个义工 他就跟我说 一直说在给乔治亚州的选民泼冷水 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我看民调的 他说我不知道民调是怎么样的 我没看过 但是这民调是错误的 那以我亲身体验这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大家都很支持Badu 因为他作为Badu的这个竞选团队的义工 那当然他接触的都是支持Badu的人 这个不奇怪 第二个如果你是竞选团队的人 你都不知道民调的话 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吗 竞选团队是要根据民调来做他的这个战略调整的 你的对象是什么 然后你要传达的message是什么 那现在这次我认为Badu失败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之前的这个视频里说过的 他一直在讲 这个大选被倒选了 所以经济这么差 要是我是州长的话 我会彻底理清这个问题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告诉乔治亚洲人民 我要为你做什么 美国优先的一二三四五 那我相信他做了点 但是他的重点是放在了这个大选上 即使是在辩论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失策吧 可以说 第二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毫无个人魅力的人 他没有personality 这个怎么 其实当然很多候选人是没有personality的 这样的人很容易处于劣势 像希拉里他就不是一个有personality的人 这种人不会讨人喜欢 就不管你是像川普这样非常执着 或者非常直言不讳的人 还是说像Ben Carson那样 不要当后但是有主见的人 你都要你有你的personality 如果你都没有个性的话 这样的候选人其实是很失分的 因为民众他的选择 有很多时候是感性的 就跟买东西一样 那经过训练的人都知道 70%的购买是来自于 30%的一个感性的一个认识 而不是真的是这个物品到底有多好 到底对你有多重要 所以那70%的这个理性 其实是在冰山下面的 你服在冰山上的30%的这个情感的冲动 才是真正出使你购买的一个原因 那投票也是一样 大家投票其实很多是很感性的 很多人投票他不会理性的分析事情 第三个我觉得是有点敢压着上架 其实Badieu他之所以要去竞选州长的位置 是在川普一直在鼓励他的情况下 他也是在民主党的这个Stacy Abrams 这个一直在所谓为乔治亚州人民 争取选举权的这个Stacy Abrams 突然宣布他要竞选州长之时 然后那他好像是第二天 他也马上宣布了他去竞选 其实是川普总统一直在支持他 所以他一宣布之后那川普总统当天就宣布说我背书他 然后那川普总统也在三月份的时候去乔治亚州为他去集会 然后又在他的集会上接了两个Tele call去鼓励他 但是由于他本身的很多弱点 再加上我之前说的他竞选参议员时候的这个状况 使得民众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 最终他的民意一直上不去 最后在投票之前的前一天周一的时候 他的民调突然上升了 但是实际上Budu还是有50%的民意 所以我当时说以这个状况来讲最好的结局就是 他能够使Budu的这个领先低于50% 哪怕是49%也好 这样的话他可以进入六月份的二轮选举 给自己一个机会 但是显然乔治亚州人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那川普还拿了50万美金去 就把Camp从位置上拉下来 但是没有成功 在媒体宣布了Camp胜利以后不久 Budu就马上发言说我concede 我已经认输了 我会支持Camp去赢得州长的位置 所以他就来了一个彻底的180度的大改变 所以很多人分析说 那可能川普在最后 乔治亚州general election 这个最后的选举11月的选举中 可能川普也会背书Camp 因为如果他不背书Camp的话 Camp很可能也会输给Stacey Abrams 所以这个选择很简单 就是你想要一个民主党的州长 还是想要一个共和党的州长 那当然如果川普图谋2024的话 这个选择的话可能更加的唯一 就是他们必须要放下他们以前的历史 否则的话川普会在一个大的摇摆州 乔治亚州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 当然不是说这些投Camp的人 都是不支持川普的人 这些投Camp的人很多也是支持川普的人 那我看到有的选民就接受采访 说我支持川普我热爱他 但是他这次错了 我仍然会投给Camp 所以这就是乔治亚州人民的选择 同时川普在乔治亚州背书的 总检查长的人选和州务卿的人选 也被现任击败了 这是川普在乔治亚州的三个重大的势力 但是那他背书的这个Hershow Worker 去竞争联邦参议员的位置 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所以那川普在乔治亚州的背书 就有输有赢 那当然川普到目前还是 共和党类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权势的 Powerful的一个领导 也是唯一的这么一个领导 他的昨天的背书的话 仍然也在其他州 像他背书的这个德州的总检查长 Paxerton也取得了胜利 那川普昨天背书的其他的 红州的人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不过有趣的是在阿拉巴马 我之前提过的 阿拉巴马这个Mo Brooks 县众议员 正在竞选联邦参议员的这个Mo Brooks 川普之前背书他 然后把他的背书又抽离了 我对这个背书抽离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赞同的 我之前在视频里说过 他在川普背书抽离的情况下 他仍然使他自己进入了二轮选举 这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对Mo Brooks来说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以他是一个众议员 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位置 被川普背书 然后他的这个背书又被拿走的情况下 他仍然取得了二轮选举的资格 所以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那当然这对川普来讲 是有点尴尬的事情 那不管怎么说 背书也不是唯一的 川普的背书并不是唯一的 真正最有power的 而且能够决定他们的代表的 就是这些扑普通通的美国人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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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